今天跟你们聊聊这双大同款的JB2代和这个成人版呢有什么区别 我的结论呢就是整双鞋啊它没有成人版那么激进 性能肯定是不及成人版的但是它会更稳一些 并且啊它的耐磨也要好于成人版 其实综合来看我觉得还是挺良心的 首先鞋面呢它用的还是这种泵丝鞋面 但是它的这个泵丝啊它做的要稍薄了一些 鞋带系统呢还是和成人版一样整体的包裹性啊都不错 然后鞋舌顶部的JBlogo后跟这一块的猫舌布材质 包括后跟代表着巴特勒背号的22条杠和这个JB的TPU 基本上都是完美保留了下来 整个中底啊它是很薄的一层泵材料 它也是全掌泵只不过它不是用的碳核心啊 它也没有碳板 用的就是一块TPU 而且TPU没有贯穿整掌 然后它的鞋垫呢就没有用上超零件鞋垫了 就是普通的EVA鞋垫 然后外底啊它也没有用上GCU和HCLock 它用的是整片的耐磨橡胶 所以说整体的耐磨性啊会更好 同时考虑到这个轻量化呢 它也把前掌做了一些这个开槽 我就将这两条给你们串伤上脚看一下 整体它的这个鞋穴啊还是偏宽的 就即使我尺码小了这么多前掌还是比较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鞋面在弯折的时候就不会有咖咬的现象 整体中底蹦的脚板还是挺明显的 并且它没有把这个TPU板延伸到前掌了 而且它前掌呢这块大家可以看到做的比较平 它不像那个成人版的GP2嘛前掌上超的幅度比较大 比如说你走的每一步啊都是很稳的 如果你想给一些入门的孩子去买这个篮球链 我觉得这双GP2带的大同款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吧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